机器加速运转发出轰漏轰漏声响 把蒸熟的糯米磨成米浆 不停搅拌把糯米倒出粘性 就成了又白又嫩的麻糬 再搭配花生粉和糖粉 甜而不腻的客家麻糬就完成了 现在这些打成一包一包的 婆婆妈妈把一坨坨白麻糬 分装进塑胶袋里 如火如土赶工 一千斤得赶在六月三十号前全部做完 苗迪热情韩粉自掏腰包两万多元 准备了五百斤糯米 做成一千斤的麻糬 要带到新竹免费分享 当天韩粉能吃到的好料可不止这个 大锅翻炒糯米 把米辛煮到半熟 盛起备用 粽约刷的清洁溜溜 肉粽就能开始组装 婆婆妈妈们把菜脯 虾米香菇还有大肉块 通通塞进粽叶里 看得让人口水直流 这是台中老牌肉粽店 六月三十要跟韩粉们一起分享 肉粽哥说这是封关民调前 最后一场铁韩大会 当然要把握机会展现热情 才会再加码2020科大肉粽 六月三十新竹造势 有肉粽也有客家麻糬 韩粉们有口福了 记者彭志明 许韵文张志凯 台中苗栗报导 我们下期见